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这次纽约纽约就是为了看那个小天的 我其实开始以为是科幻片 然后后面的看那个 看了预告才知道应该是爱情片 但是其实我对软金天没有特别的想法 那就是女主角呢 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那位 但是应该是好像是长得挺好看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我像软金天 说我像软金天 说我像软金天 所以我直接看来看看 他是不是跟我一样帅了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第五大道上的苹果店 纽约物价贵 买不起房 提到纽约 我应该会想起来就是大都市 然后美国首都 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不是说繁华的那 我觉得小天的演技挺好的 然后她在里面帅爆了已经 我觉得这个片子的整个概念非常的真实 尤其是整个的这个 materialism在里面 然后我最喜欢的镜头应该是 在她去纽约之前 她妈妈跟她说的那番话吧 对我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来说 我觉得 I can't really do that 大家 后来看那个电影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电影 因为它确实实在是 我认为它挺规划的 但是我只是想起来 我只是想起来 但嘿 它是一个奇迹 我爱这些 肉戏真的有我期盼的床戏 因为我没有想到 就她们两个就一开始就来了一发 然后我就觉得还是不要抖不要抖 然后我觉得还是直回票价 太虐恋了这种片子 看得快二人哭 然后我觉得太悲情了 为什么会让暖金天 让路途要 搞不平安 好激动 五二Vancouver 五二温哥华 五二温哥华